謝謝主席 我請教李鴻元部長 內政部李部長 這個城市舉辦大型活動 這是國際的一個蜂巢 但是如何顧及這個安全 像波士頓的這一次馬拉松賽的恐怖事件 如何有效防範 簡單說出你的想法看法 當然小時候說像美國 事實上它是被恐是不攻擊這個風險很高的國家 其實他們在辦以前 大概所有的垃圾桶路邊的東西都要簽過 甚至有的是它連封閉式的垃圾桶都不會有的 你可能只能看到的是透明的塑膠袋 所以其實他們因為被攻擊的頻率很高 他們的警覺意識是慢高的 那這一次為什麼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那還是有疏忽了 所以他真的就是可能就疏忽了 或是說輕忽了 不過他們的規格 那疏忽的話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台灣 那你是治安的一個主管 是 最高主管 你會追究誰 第一個我是覺得 假如發生在台灣 我們持平的來講 我們對恐怖攻擊的這個警覺意識是不夠的 我們的準備工作 基本上還沒到位 我覺得只能追究自己 不可能追究我們在自己 只能追究自己 你剛才說得很清楚 不能有垃圾桶 不能有這個死角讓它置放這些爆炸物 但是它並不是放在遠遠的地方 它是放在那個finish line那邊 中點線那邊 然後從旁邊 你看到那個 這個電視的報導 網路線流傳 結果在那個中點線旁邊 當初是誰負責 那個地方 對啊 那為什麼疏忽掉 問題就在這裡 沒錯 沒錯 所以啊 如果說這種安全都要靠我們自視人員 是不過的 因為人群那麼的這個 那麼眾多 然後川流不洗 那你為安的人員 這些自視的人員 到底有限 所以你如何讓這個群眾 讓觀眾 讓參與者本身 就能夠分攤起 它自動為安的一個功能 我想委員指教的非常正確 在國外 這怎麼做 你說怎麼做 假如在國外 好 你現在是台北市長 你現在是台南市長 期盼這個活動的時候 你對這個活動你怎麼準備 你勤勤的教育 你的規劃裡面 你怎麼要求 我想勤勤教育 一定要把所有標準 座位程序做好 分工分好 誰該扮演什麼角色 哪些東西是可依物品 這個可能 這些想得到 問題實際的執行的時候 為什麼產生漏洞 人的漏洞怎麼補起來 這才是學問嘛 你不要問這個 預算過的話 我就 用很多人 就像台灣現在很多辦活動的 台上的家工作人員 比觀眾還多 這是普遍的現象 為什麼 錢亂花 好 那就這樣財政一定倒啊 這個都市一定 一定這個 一定崩壞啊 最後人口一定外移啊 機能一定退化啊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提到 提到這個社區主義啊 像台南市我辦了兩次的 這個燈會 電 這個 這個 電力的一個典範啊 就是說地上都不能有垃圾 所以它是 所有的這個清潔的 它不是定時來到垃圾 它是隨時流動的在撿垃圾 好 志工啊可以用啊 因為它也可以看燈會啊 你可以背心給他 給他任務 編組一下 他本來就想去參加燈會的 結果他這邊 穿襲的 工作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 這個燈會的觀賞者啊 而且還有特權可以優先進去啊 在這個志工就很多啊 但是你要加以組織 加以規劃嘛 垃圾桶幾分鐘內 不能有垃圾 有人丟進去 幾分鐘一定要拿走 垃圾桶一定要編號 不能多不能少 那都是經過事先的規劃 這些才是 都是治理 一個市長要要求的 怎麼弄到這個 連這個 連這個一個BOT案 碰到金光黨 都還不曉得責任是誰呢 怎麼會這麼離譜呢 怎麼會這麼離譜呢 真真的 如果市長九年之內 有碰到這種事情 你來找我 我今天沒有資格在這邊執行 我是說死善後啊 台南市BOT案 是這個黑道幫派 第一時間 就這個搶到的標啊 拿到義務款以後 就跑掉了 財務就不能周轉了 結果這樣惡性循環啊 騙局一直演變到 我把他這個擋下來 把工程完成 而且他們反撲啊 奇怪 我好幾次來這邊講話都會熄燈啊 聽得太激動了 太兇狼了 你看 但是 我都可以把他處理掉啊 那最後 人家看我死啊 包括司法 衛武作娼 著作為內 也圍攻我啊 檢察官我現在告他啊 好不好 為什麼 台灣需要真正 有愛心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責任感的人來做事情 所以這個 我曾經去參加過世界解密室會議 我就去講 城市的圍觀治理 你看宏觀大家都會講 因為教科書都有嘛 什麼都市更新啊 那是宏觀啊 那是執行的時候 那個細節呢 碰到的話 卡在那邊 結果宏觀有什麼用 宏觀是眼見 是這個專業知識啊 它是專業 但是圍觀呢 是經驗啊 是你的創 創新能力啊 是你的執行力啊 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是交換經驗啊 交換經驗 辦活動的時候 地上是不能髒的 如何做到 做到的話 地上都不能髒呢 怎麼會有危險物品 放在地上呢 那這個道理就 怎麼清楚啊 但是 那個錢怎麼哪裡來 不花錢 兩次是這個燈會 第一次是 事物是零預算辦出來的 台灣歷史上 燈會 有哪一個市政府 可以零預算 每天才做到啦 所以這些啊 都是會說 台灣不是 不能進步 但是呢 真的想承擔 用心的太少 怕得罪人啊 怕黨人財路啊 怕這個負責 有一天呢 吃虧啦 怕輸得太多 所以不夠積極 但是現在台灣完蛋呢 人家中共它專注獨裁 它集體 集體承擔 很用心的咧 好 那台灣咧 自由 自由放任 結果咧 沒有人負責 就變成今天這樣 治安一直惡化 什麼 長期性的 系統性的 組織性的 治安事件 當然就變成國安問題啊 就變成國安問題啊 那國安請不要浩高護眼 老是搞那個 什麼對 那些對敵的情報 敵人就在身邊 結果搞到那邊去 還被抓到 你為什麼不把身邊抓起來呢 也是治安喔 是國安啊 好這個 因為 你責任重大 所以先請教你 現在這次我要請那個 國安 這個 交通部的 交通部 跟國安 跟國安局 國安局附近的 好 兩位一起上來 時間控制 好 剩下一分半鐘 好 這我在 向交通部長執行以後啊 好 那台鐵跟 這個高鐵 好 好 跟這個 這個 台鐵工程 工程局吧 好 都會來找我 就問這個問題 我說那個行李 跟人 怎麼透過自動的 管理機制 可以隨時掌控 他的 這一個動態 也就是說 人 呃 裏克 帶行李進去 跟裏克出來 這個行李如果 留在車上的話 你說最快的時間 隨時可以發現 這個機制怎麼建立 來你說 我已經把 跟你們能建立了 齁 你不能說要用X光啊 齁 每個人檢查啊 開玩笑世界上有 國家這麼笨的 齁 而且這麼不負責任 花這麼多錢的 怎麼做了 我已經建立了 我建議給你 好 那年輕人說明就好了 是不是請 有報告嗎 有就好了 不用問了 不要把這個 把這個 智慧財產權隨便公佈 被破功了 他剛剛很小聲 很小聲的講話要聽到 聽到就好了 好 這個方法是絕對可以用 而且很省錢 但是現在啊 但是這個責任 絕對不是我們政府來做 一定是業者來做 高鐵公司要做 因為他服務理科就要把真的安全啊 他在設施上面 他電子化的設施上面 稍微改良一下 就可以發揮功能了 他為什麼不做 這一點啊 參考一下 我希望很快看到成果了 讓大家做得心安嘛 搭車搭的心安